油菜接杆 然后盖上就可以了 这个里面环境非常的恶劣 黄晒不太喜欢呆 喜欢呆这个地方 必须这个地方 储鱼仓尽量的放在岸边方向 不要放在河中间方向 因为黄晒喜欢走岸边找食物 如果黄晒游到这里 看到有黄晒在这里 他也会进去凑热闹 他会转来转去凑热闹 如果把储鱼仓放在河中间方向的话 黄晒在这里走来走去看不到黄晒在里面 因此就会减少捕热的效果 你把一条蚯蚓弄死了 没有任何保护放在这个网里面 明天这里面黄晒是大爆网 为什么呢 也许第一条黄晒进去了 把那个蚯蚓直接吃掉了 为什么里面黄晒会装满了 他并不是说冲着蚯蚓进去的 他是冲着凑热闹进去的 看见有道黄晒在那聚会 后面一个一个进去凑热闹 就像跟人一样的 有人在那围观 你也想过去看看 一看就走不了了 一看就被关注了 一个道理